根据了解媒体报道 民进党这一系列的图卡上线之后 在绿营的内部 不管是舆情系统 或是他们的友好的支持者的群组 都没有察觉 这个贴文有什么不对 多半认为就是单纯的法律科普 也没有人示警 说有政治解读的风险 结果在这个贴图的 图卡的贴文 下面出现大量嘲讽的留言 这个时候才想说 事态严重了 所以紧急开会协商 才赶快把这个图卡下架 然后他们是说一开始 只是因为是法律科普 那都忽略了政治效应 政治反扑 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相关的连结 所以他们觉得当然不妥 但这一次也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哪一种心态 我请教这个大千委员 也就是说急着回应 到底在急什么 为什么这么急 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民进党现在很担心的是 他们原本精心策划的一个 可以号称是教科书史诗级的 猎杀科批计划 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 那么其实我跟立文以前都打过很多弊案 我们看到这一次民进党在猎杀科文哲 歼灭科文哲的整套剧本里头 其实是相当缜密的 它是环环相扣步步精算的 而且它有一套 这个一连串 符合逻辑的剧情 所以它先从竞选总部的账目开始 那么竞选总部的账目可以在这个大街小巷 不管是这个媒体人也可以拿一张 议员也可以拿一张这个收据 立委也可以拿一张收据质询 整个竞选总部的内账的收据 忽然之间就是满天飞了 那借由这个竞选总部的账目的问题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打掉科文哲的信用度 就是大家对科文哲开始有质疑了 然后你又忽然发现 陈佩奇去看个房子 陈佩奇去看房子有发新闻稿吗 这个建商会对外说 陈佩奇昨天来我这里看房子了吗 那到底是为什么 谁知道陈佩奇去看了房子呢 这个时刻把陈佩奇的房子再丢出来 他主要就是要影射科文哲 A了那些钱嘛 然后拿去买房子了 虽然是一个很低级的影射 可是有没有效果 当然有啊 因为当满天飞 全部有各式各样的谣言 各式各样的传闻的时候 大家对科文哲的信任度 就开始大幅的下降了 然后真正的主态才上场了 金华城的案子上场了 金华城的案子上场的时候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你去收科文哲 就去收他就好了 为什么在收科文哲之前 所有的媒体SNG车都已经摆好了呢 就我很少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突袭 你真的怕他灭证 你理论上不应该通知这么多媒体 我今天如果是科文哲 我家楼下都占了这么多人了 我难道不知道你要来收我吗 所以你收我 你押我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你要找证据 是因为你要敲锣打鼓 让举世皆知 科文哲被收了 科文哲被押了 然后当科文哲进去之后 你就看到媒体又放话了 说科文哲过几个礼拜就要去美国了 陈佩奇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放这个消息干嘛呢 不过就是要影射 他们两个有逃亡之余嘛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这么多外界 我们这些看戏的人说 检调单位准备要押科文哲了 因为你要深押科文哲 你才会去做这些部署啊 然后接下来在当天晚上 你又看到这个媒体 莫名其妙的媒体又放出来了 说科文哲有700万不明资金的流向 然后最后算来算去170万 然后连陈佩奇是用ATM去存的 这些都可以在媒体报道咧 那什么叫做侦查不公开咧 你们办郑文哲的时候 怎么不把郑文哲的事情也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呢 完全没有这两套标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一件事 没有算到他们积压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压了科文哲三天三夜 已经超过了一般民众 可以接受的临界点了 所以反而是给了科文哲民众党一个战时 我只能说暂时满血复活的机会 因为你自己落入人家的把柄 你压了他三天三夜 你最后被法官打脸 他是无保请回 你就算200万交保都算了 你现在是无保请回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当科文哲无保请回的时候 你检方说要上诉要抗告 你看告到哪里去了呢 你当时对郑文灿的时候 你可以一次两次三次的 不断地坚持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你为什么不敢抗告呢 因为你手上证据不够 他手上证据不够 因为你仔细看一下 法官打脸的时候 他是怎么讲的 他看不出来有任何需要积压 他到底有任何关系在里头 所以你说对民进党来讲 他原本想借刀杀人 结果现在没想到 借刀杀人没成 自己弄得满手血腥 身上溅了一身血 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干的 那在这个时刻他该做什么 所以刚才先问问说 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时刻 他会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因为他要在第一时间去辩护 辩护什么 辩护这件事情没有政治介入 辩护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他又忽略了一点 到底谁看过搜索票 被搜索的人看过搜索票 我们大概都没有看过搜索票 哪怕我们当立法委员 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去看一下人家的搜索票 当过检察官的吴宗献说 检察官的搜索票 当然不可能看得到 除非被搜索的人 他有告诉民进党小编 到底他被搜索哪些范围 所以这绝对不可能 对所以 所以你看民进党连犯两大错 第一大错原本的借刀杀人 原本的这个歼灭柯文哲的计划不成 然后让柯文哲暂时的满血复活 然后第二大错 你想要去补破网 你又用这么低劣的手法去补 就再一次的坐实了 司法检掉就是握在你民进党的手上 否则你怎么会看到搜索票呢 就像刚才这个杨明说的 你说民进党秘书长看到搜索票 你还可以说 因为秘书长位高权重 他看得到搜索票 杨明连小编都看得到搜索票 这民进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民进党的一个小编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都看不到就搜索票了 所以民进党犯了这种愚蠢的低级错误呢 你就完全让大家坐实 说这整一套戏嘛 就是你民进党绑着检掉单位一起上演的吧 民进党呢 帮这个北检辩护发了一大堆梗图 虽然梗图后来被撤下了 但是已经在这个网路上引起讨论 和整个炸锅 很多人就说民进党帮北检澄清 此地无垠啊 那网友还讲说居然还知道搜索票的内容 帮北检发言吗 甚至还说小编饭碗没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事实上昨天在第一时间呢 媒体人周玉寇呢 也立刻po文 那么直接痛骂法官朱嘉义一顿 他说把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朱嘉义法官 是哪里冒出来的傻白甜 司法妈宝啊 那说柯文哲在法庭说谎演戏装可怜 还打挨兵牌说法官如果压力太大可以压他等等 这位法官竟然真相信全盘买单 说法官呢像个情场上碰上爱情渣男骗子的小白少女一样 市府的都委会主委是市长派的 市长任呢完全不知道容积率八百四等等 面对柯文哲一拍胡言朱嘉义当场没生气 狠狠扇他 柯文哲两耳光已经够傻白甜了 居然还裁定他无保请回 从周玉寇第一时间反应 还有在这个民进党所犯的这个低级错误 事实上 立文姐你觉得是 民进党真的是得应忘形到了一个极点 还是真的看到阿伯回家了 所以民进党上下全员崩溃中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小编呢 我觉得他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形式 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当然立即 你说他有没有做功课 他也是有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对不对 他还是很认真地讲了三大点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认真做了梗图 做了懒人包 然后呢很快速地在第一时间回应小草 对于是不是司法系统政治迫害 柯文哲这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提供了理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草基本 对不起 这个小编基本上 他也是非常尽忠职守地扮演了 他长期以来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认为是民进党里头 有高人看见了觉得不对 要求撤 就不能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处理 那他不能这样处理 他当然看到了小编 没有看到的政治层面 而这个他一定是高层嘛 对不对 所以小编必须听他的话嘛 对吧 否则的话你其他人看了有意见 也不过就在旁边说两句啊 也没有办法指挥小编啊 所以一定是有高层看到 发现不妥要求他撤下 所以你说是不是举 这个从上到下大家都昏了头了呢 就不能这样讲 有人昏了头了 有人没有 那民进党在这边呢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点 嗨过头了啦 见烈欣喜 嗨过头了 所以呢才会做出很多 看似好像越过奋计的事情 刚阳明分析的非常好 我就不再赘述 但问题就在于说 可是呢对他们来讲 这件事情呢 虽然让小草觉得说 他们起死回生了 似乎呢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大翻转 绝地大反攻 当然后面还等着看 但问题是这个 为什么反差会这么大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来自于 日营侧业跟媒体铺天盖地的放话 然后呢已经制造出 哦检调已经掌握了突破性的 尤其是跟金流有关的可疑证据 所以才会大规模的收网 然后呢柯文哲避压 那柯文哲生压呢 就是势在必得就对了啦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大家都觉得 哎呀柯文哲死定了 这一下子可是被压定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绿营所放出来的 这很多的消息 居然其实都并没有 在检察官所列的证据里头 那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才是有趣的 那如果检察官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直接逮到柯文哲 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么大的动作 就想要压柯文哲呢 对不对 他背后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他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那这一些暗示的 强烈暗示的柯文哲有金流 消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如果说是有绿营的人 我们假设提供的 所以他当然提供给检调 他也提供给绿营嘛 对不对 所以绿营就不宜有他 就觉得我如获至宝做 这也是人家交办的我就做啦 可是检调拿到了这个时候 不能够像小编这样 检调有检调的专业啊 是不是检察官 有可能也拿到了资料 结果查了以后不能用 这是一个可能性嘛 对不对 所以才会翻牌之后 压不成 可是绿营跟侧翼 已经铺天盖地的 已经讲过一轮了 话都讲完了 所以这个赶快事后补救 对不对 然后针对小草所提出来的东西 赶快做出一些回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